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 他不是英雄 他是賣國賊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我想應該是這樣說的 因為俄羅斯 前蘇聯崩潰之後 俄羅斯共和國有幾萬億財產 就被美國人考取紅奪 就弄走了 生活是比前蘇聯 雖然都差 要排隊買麵包 但是那時候更加慘 一元美金換一千六百元 龍寶發生過 一個高級工程師的一個月的身水才多少錢 是十元美金 到二十元美金左右 所以當時沒有很多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程師 走來中國 特別是飛彈 火箭那些 潛艇 或者航空母艦都走過來中國 三千元美金一個月 但是他除了 現在還有很多居住在中國 現在那些工程師 後生那批很多居住在中國 子女都在中國 落地生產不走的了 好運的 但他除了 應該這麼說 哥爾巴喬夫 除了令到當時的蘇聯瓦解之外 剛才聽你說 他就令到很多本來屬於蘇聯的資產 就被美國人去掠奪了 那你就搞了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 即是怎樣呢 會不會具體一點說一下 因為我不是很理解他們那邊 那個 他的統治末期 其實整個前蘇聯已經是戀了 我先說一下怎樣出身 他本身就是一個地方官員 搞農業出身的 他本身就是出身在哪裡 即是現在高加索地區 現在烏克蘭再向東面走幾百公里的地方 高加藥山附近 應該叫做史塔夫羅波爾邊區出身的 家裡的農民 他後來考到入牧師波大學 認識他他老婆Laser 我們當年訪問過Laser的 是北京的人 因為記不記得八九年 他就訪問北京 天鄧小平的 是啊 是啊 還有趙紫陽 結果趙紫陽當時就說 我們黨有個決議 最後都要聽鄧小平同志的話 即是講得明白 外面搞得這麼亂 與我無關 你就找老德 這麼老就很生氣了 所以昨天 激和便退派對中國最大的影響 就是這句話,就是趙紫雄的時候 趙紫雄包了當時最高國家機密就是 雖然鄧書明沒有任何的銜頭 但是他認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我當時就慘了 但是收音機就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坐在一起 一邊看香港的新聞,一邊看軍警的對峙 曬到脫皮啊,陰公 你知道北京紅春的夜晚可能跌到零度 是呀,是呀 三四十度還熱過香港 曬到脫皮,幸好有帶傘,帶傘帶雪 當年趙紫雄爆了這件事之後 那又對戈爾巴喬夫有什麼影響呢 對巴喬夫完全沒有影響 巴喬夫最主要的大問題就是 他一年的改革政策 引起一個本來已經裡面問題重重 即是很多問題的前蘇聯就加速崩潰 其實蘇聯當然有幾種三種不同的形式 正常一個聯邦制的大國瓦解 是有幾種形式 最美、最完美的形式 當然是大英帝國 即是大家瓦解了都仍然是好朋友 大部分的成員都仍然是英聯邦的成員國 大家有空就搞個活動 唯一唯一唯,好Fandom 就這樣啦 當然現在兩個人就沒有加入的 一個就是死人英國佬 絕死戰組 明明知道你引起大饑荒 還扣住了糧食 餓死了幾百萬人的印度 印度一獨立就馬上說 沒有妝女斷交 但是馬上說不加入英聯邦 第二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 是 頂你個廢 你這幫英國佬 明明那個地方買鴉片 賣不到 建國就開了十二隻 戰艦和一萬多人走到澳門海面 吃咖啡 吃咖啡 割了香港 搞到澳門海面 只割了150多年 反正這件事奇史大肉 當然不可能讓香港繼續留在英聯邦 所以最完美的形式就是和平分手 知道嗎 是 但是俄羅斯屬於第二隻 算是OK一點點 就是中間大家坐在地 在那裡分家 當時 1991年12月政變之後 戈爾巴奇夫就被軟禁 那俄羅斯總統 就出來 反正變成功了 於是就完全架空了戈爾巴奇夫 然後15個共和國 就是15個地方的討好 不如我們先分手 分手 就是好心分手 好像香港那樣 好心分手 大家分 但是 起碼15個共和國之間 就沒有太多的公開 就是 起碼到今年2月24日來止 就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那一般來衝突就發生一些 就是在邊境的 少數民族 好像你那個 什麼 車神戰爭那樣 打了兩次車神戰爭 又死了幾萬人 那一次嚴理音打進去 結果就因為 那個戰術錯了 那些俄羅斯部隊 都穿了下季的戰鬥服 就是綠色那些 就結了一個萬里冰封的雪地裡面 打仗 那樣 打烏鷹 幾萬人都打不下來 死死氣再回去了 後來換了普京上台 另一種打法做總理那時候 你用什麼打法呢 手作 這個戰術其實是學美國的 首先就用空軍地毯式轟炸 先開大阿巴 用電台電視 說平民你快點走 留在那裡 就寸草不留了 是 這麼像剛剛攻打烏克蘭那些玩法 馬里烏波爾的玩法 是 那這隻玩法不是俄羅斯發明的 最早就是 美國佬先對付德國先的 德里斯坦 那些炸到整個城市平台為止 那美國後來用一種戰法去炸越南河內或者奧富汗 那最近去炸敘利亞 反正美國佬做的一定是正義的 記住 大多數香港評論員都會說是正義的 明白嗎 那俄羅斯套呢 即使誤殺了一個平民 都是不正義的記住 這就是香港人的普遍標準 明白嗎 還有一些黃資 那我就一直都不評論 改這方面的合場 是第三者的 那第三者的合場是什麼呢 就是 不管怎樣 普京鎮壓第二次車神戰爭 鎮壓成功 也因為這次成功 而你放心將大權交給他 所以我現在用普遍上的最後幾年 特別是十二月政變之後 就已經是整個交通了 那這個第二種分家模式都算OK了 即只是共和國內部 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企圖 或者意圖獨立 或者政變 那死人都相對上是比較少的 那我最嚴重的是哪一種 就是藍斯拉夫 是 當時發生那個 藍斯拉夫內戰前後打了幾年 打了六年幾七年 死人是數以十萬計的 萬人寵 那些墳墓 打死了就趕快把他的 都有十幾十個 然後七個加盟共和國 除了特朗普的老婆 那個叫做斯托文尼亞 來得最遠 就沒有參與 就是正式戰爭 因為蔡爾維亞要跨過波斯尼亞 或者克羅地亞 才能夠到斯托文尼亞 除了那個地區和黑山沒有死人之外 就是看著列高爐 其他的死人數以十萬計 還有強姦的婦女也是數以十萬計 反正蔡爾維亞那些東政教是長姦的穆斯林 那些穆斯林就強姦的東政教 反正大家都是東斯拉夫人 是藍斯拉夫人 姦來姦女是自己同一個種族 只不過是 宗教信仰不同 就將他當首人 所以那個藍斯拉夫 是最殘薄的分家模式 是否因為搞到內戰連綿 所以俄羅斯人對戈爾巴喬夫 基本上是沒有好感 不止內戰 是三個原因 首先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你將一個泱泱大國 和美國分庭抗禮的核子大國 搞到破破落落 大家覺得很多尊嚴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